说好的紫薯呢 标签上明明写的是紫薯 回家一看竟然是这种 这估计是假紫薯 不管它了就这样 我们先把它去皮 切块 切成你想要的大小 我不喜欢吃那种太干的 我喜欢吃软糯的 所以我们要切稍微大一块 它是有点淡淡的纸 所以也不能说上当 切好之后放到盆里 然后用清水洗两遍 再浸泡半个小时 清洗两遍 洗到水清了为止 然后浸泡半个小时 浸泡时间到了 我们放在晾架上 把它们全部晾干 一定要晾干 表面才会稍微有点脆 外面太阳独辣的很 我大概扔在外面 曝晒了五分钟 就已经干干的 等像这样完全干透 我们撒上玉米淀粉 大概10克左右就够了 根据你自己弄的多少 只要在这个地瓜条的表面 薄薄裹上一层就可以 然后再撒一点盐 这样就算准备好了 然后准备一个烤盘 上面铺上锡纸或烘焙纸 底下喷一层油 确保每个地方都有 喷好油之后 我们把地瓜摆在里面 每个地瓜之间要有空隙 不要落在一起 摆好之后 我们在每一片地瓜的表面 也均匀地喷上油 你也可以用小刷子刷 这个油壶还真给力 准备好之后 我们入烤箱 烤箱200度已经提前预热好了 先烤20分钟 20分钟倒 我们拿出来 时间到了 我们拿出来翻一个面 每一条都给它翻面 因为我喜欢吃软糯的 所以我切得很宽大 要烤得久一点 如果你切得比较细 那大概前面15分钟 翻一面再15分钟就够了 翻好之后再送到烤箱 烤另外20分钟 注入烤箱 再烤另外20分钟 时间到了 出烤箱了咯 哇颜色非常金黄漂亮 这样就完工了 撒上你喜欢的调料就可以了 喜欢吃咸的就撒咸的调味料 喜欢吃甜的就撒甜的 我烤的这个是没有那么脆的 稍微有点软 装盘就可以享用了 是软软糯糯的口感 如果你追求那种嘎巴脆的口感 那恐怕还是要炸 或者是先把它们煮半熟 晾干然后再烤 那有点麻烦 我也不追求那种脆脆的口感 所以这样做就可以了 配上你喜欢吃的调味料 或者是tomato酱就可以了 大功告成 外面一层表皮很筋道 里面又软软糯糯的 好吃的停不下来 嗯 太好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